大家好,今天奥特曼要来糖果机买糖果啦 首先是奥特之王 奥特之王买到了一个奥特曼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糖果机还掉出来了一个红色的纽蛋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会有什么 原来这里面有两个发光的奥特曼人偶 这里面的人偶还需要我们动手组装 让我们一起来组装一下 这是奥特曼的头 然后奥特曼的手也组装好了 它好像在摆作战的姿势呢 组装好了之后 背后的盖子还可以打开 这里有个发光的灯 把它放进去 再把盖子盖上 这个奥特曼就会发光了 它的眼睛还有胸口的彩色计时器 都发出了不同颜色的光了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 接下来是哪一个奥特曼来买糖果呢? 哦,是赛加奥特曼 他买到了一个奥特曼还有一个蓝色的崎嶽蛋了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好像是二号的发光人偶 让我们来组装一下 奥特曼的身体分成了两块 然后把奥特曼的头装上去 这个奥特曼的手上还有手刀武器呢 这个奥特曼的作战姿势好酷啊 那组装好了之后 怎么样让它发光呢? 原来它的身体可以分开两半 然后再把发光的灯放到里面 再把身体合上 这样子奥特曼的眼睛 还有彩色计时器也会发光呢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 纠级赛罗也来买糖果了 他买到了赛罗奥特曼的人偶 还有一个橙色的崎嶽蛋 这里面会是哪一个发光人偶呢? 原来是赛罗奥特曼的 让我们把它组装起来 这是赛罗奥特曼的作战姿势 它背后的盖子也可以打开 把灯放进去 再把盖子合上 哇,赛罗奥特曼也发光了 发光的奥特曼看上去好帅啊 奥特之父也来买糖果了 他买到的是泰罗奥特曼 还有一个黄色的崎嶽蛋 崎嶽蛋里面会是哪一个发光的人偶呢? 原来是泰罗的发光人偶 泰罗的作战姿势好帅啊 那它是怎么样发光的呢? 原来它背后的盖子也可以打开 这样子,泰罗奥特曼就可以发光了 那你们喜欢今天的发光人偶玩具吗? 如果喜欢的,记得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